哈囉 各位Youtube跟戰地的大家好 我是一朵回來了 那今天呢 我講戰地2042的三年級 其實有很多 其實講不完 如果說你有預定的戰地2042的 黃金版或是奧特曼的版 或是加入一些 XBOX的一些會員啊 還有就是說你有跟我一樣加入EAPLAYPOR的會員機之外 你們可以提前的體現到戰地2042的 我相信你們看我的影片 你們已經有看過很多的Youtube 還有一些其他的 視頻來講的話 那都有看到戰地2042的一些 狀況 狀況 我所謂的狀況 那就是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我很早就提醒了很多 不光是Youtube 包括我的四周圍 戰地2042的最好你要先觀望一下 因為他會出現一個前九位的一些 比如說連線的問題 那這一次連線問題就出現了很大的一個連線的一個問題 而且只是在戰地4 應該是說歷年來的戰地其實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OK我們先講到 我現在目前想要先跟大家Share分享的這一篇到報導了 今天報導講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標題就是說說 嗯 我先說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這一次的消息 戰地2042發佈後 玩家紛紛要求退款 他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一些玩家沒有給Dex 跟 第二次的機會 在在戰地2042 釋出失敗之後 退款要求已經堆積如山 在戰地2042的發佈是多事之休 那至少可以這樣子說 在戰地2042的發佈是多事之休 現在有一些玩家並沒有給EA跟Dex 第二次機會 那戰地2042的 因為很多種原因要 玩家已經要求退款 由於技術上的問題跟整體欠缺的發佈 那一些戰地玩家已經要求的退款 然後在 Rate的上面來講的話 那就是這邊來講的話 那 欸 有一個玩 有個Rate的用戶他有提到一件 就是說說 為什麼他會退款 那 他總結的他最常見的原因 其中就是說說 你小隊沒辦法 進行溝通 那成了說這一大量 也就是這小隊他沒有所謂的語音 然後伺服器問題他也出現了 然後從從出現來講的話 變得說說 這個遊戲變得很 讓人家沒辦法去接受 沒辦法去接受 那還有就是說說 欸 PC跟家用主機的玩家也要求紛紛的退款了 PC已經要求紛紛的要退款了 在PC方面因為事情看起來也 並不樂觀 所以已經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張數 特別的低 就是你在玩PC的時候 特別的地面說 本身優化就是不好了 所以說在 之後呢 有一些玩家已經分別是他們將完全跳離這個坑 並而去轉向其他的FPS的遊戲 也是這篇文章來講 這篇文章算是說說 算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警惕 所以就是說說在我很 至少我很早就提醒了很多人 EA的遊戲 千萬不要從手發 就是這個原因 千萬不要從手發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我那時候 我並不是在暢水 而是歷年的 他們都會有這個情況 發生 而且 為什麼這一次 據我這次在網路上看到 包括我自己來講話 為什麼這次很多玩家會非常的憤怒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說 大家都知道戰地204的 是戰地5 停跟倒之後 然後左 戰地2012 那其實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文章 你就知道說其實他們的 戰地204的跟戰 那時候還不叫戰地204的 他們跟戰地5呢 是同一年的時候是 同一起 研發 也就是超過三年 超過三年之後 後來那時候還不叫戰地204 那時候想要做那個 惡名招章3 那做到一半停擺 然後 從那個時候 再做戰地204 你們去看一下 之前代史的兩位前員公司 爆出來那個料裡面 他裡面就寫得很清楚了 就是有銜接到的部分 也是戰地5是 那時候是 為了要給股東一個交代 所釋出的一個 算是說對的犧牲品 那戰地204 從那個時候就已經研發到 至今已經是超過三年的時候 所以這是讓玩家 第一個讓玩家 很多大部分的玩家 非常不能諒解的 就是說說 你既然已經停跟了戰地5 在製作204 為什麼還會搞成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 很嚴重的一個 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說呢 那 七月份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 就是說 一階根帶子 說獻給老玩家 一封情書 這是一階根帶子 他們自己講的 那 很恐慌 現在已經有把情書改成 遺書 是獻給老玩家 一封遺書 我對比我這樣講 很難提 但是 你們去看一下 現在很多網路上來講 都是非常在抨擊 你今天你是一個 四間到五間工作室 所製作出來的 在你認識的 老實講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 不會有這樣子的成績 應該是不能有這樣子的成績 當然 口說無憑 那 有時候我們講東西 我們 我們看數據會說話 什麼叫做數據會說話 我會用數據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說 目前 所有目前的遊戲媒體 評分如何去評論戰地2042 又是 對 OK 那我們現在再講 在 媒體 在這個 網站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網站的是 目前算是 所有媒體裡面的話 是算是 有評分媒體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媒體 媒體之一 也就是說說他會將 歷任的 遊戲媒體的分數呢 左邊是 遊戲媒體的分數 右邊是 玩家用戶的分數 然後去做一個 比較 也算是非常公正 也是非常的具有參考價值的 一個媒體 遊戲媒體 除了IGM之外 因為 當然 裡面會不會 會不會有所謂的篩選大分數 這是 題外話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說 你在左邊這邊的 遊戲媒體來講話 打77分 這還是 我現在看到的分數 我之前看到的分數是 2.5分 2.5分代表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說 大家的 憤怒值已經提高了 尤其是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來講的話呢 那 這篇文章的講話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說 他們 怎麼去形容 戰地2042 也就是說說 我沒有計分版 然後呢 我伺服器也不穩定 然後呢 他有講說 戰地2042呢 他是一個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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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製作大逃殺 也要想要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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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起來 去做戰地2042 但是並沒有達到 玩家所要預期的效果 甚至他也講了 不要買現在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broken game 這是一個破損的遊戲 那 不要去買戰地2042 對 也就是 這邊 也就是這邊講的 他也是 簡單就是說 該有的都沒有 不該有的 全部都出現 尤其這一次的專家 功能的 出現 那 之前都是四大病種 分 分析 就是分 布的 很 很有 角色的定位 可是這一次 就就沒有 這就是 那第三個是 第三個是 比較好一點的 消息 也就是說 說呢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 也就是說 說 這個消息是說 在EA的 QA當中來講話 那 EA代史呢 他們 的 在這邊文章 他們有 提到 就是說說 在未來的 幾天之後 那將會更新 超過 30個 bug 有這篇文章 裡面 他有提到 說 但是他也提到 一點的 在前面他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標題 他意思就是說說 我們很高興 再推出了 戰力2014 歡迎玩家 體驗戰力 遊戲系列 我們的團隊 非常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 像戰力2014 變得更加的 流暢 但是沒有 一款遊戲 是完美的 在最初幾週 你可能能 會遇到一些 bug 跟遊戲的問題 OK這是官方他自己講的 這是官方他自己講 也就是說 之前一年 我說的 那些話的 在遊戲釋出的時候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 奇怪的 連線問題就是 目前大家 你去看一下 是拉拉 是拉拉拉 最詬病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今天是一個連線 你是一個線上遊戲 你不是一個單機遊戲 但是你的連線遊戲 連線問題 卻讓人家 非常的 讓人家非常的 膽疼 非常讓人家 讓人家 擋人家就是 就是不爽 就對了 那就如同我之前玩低圖一樣 玩到一半掉線 這個 這個 這個感覺 是讓人家非常不好 是讓人家非常不好的 我 必須特特別的強調 這一點 我沒有說 不是說 我們在黑一夜更待死 但是這一點的話 來講的話 你這樣子的話 會讓人家 會就是說 甚至我翻到 已經有些人在退訂 還有就是說 開始在 在 在數落 數落2042的 那我覺得很 諷刺是當初 你們這麼看好 在你認識 為什麼現在就是 另外一個態度 在想 當然 這次的更新呢 那 他有更新哪些東西呢 他有提到說這更新是適合所有平台 就是你的主機跟你的電腦的話 你都完全適用於這個 更新平台 他有更新的哪些東西 我大概看一下 也就是所謂的 也就是所謂的你的遊戲界面 然後 你的伺服器狀態 然後你的分數 我不知道他分數 他 然後還有說你的 你的分數 然後 分數評比 然後 還有你的 戰地風雲的 波頭 他也有更新 然後呢 就是說 波頭裡面 他有提到一些 就是說 網路上部分 還有就是說 二迷早上 二三位他也有更新 然後地圖上面來講 他也有所謂的 更 也有所謂的更新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不 步兵的步伐 他也會有做更新 然後音效來講的話 是目前讓人家很詬病的 就是說說 音效來部分來講 你沒辦法跟小隊溝通 那 他 載具這邊 他也有 他也有說 更新 但是就是 看了這老半天 來講的話 我發現到 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呢 這次更新有很多種 那 就如同自動起提到 這一次的武器 選項 實在是不多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說說 今天我們在 壓槍部分來講的話 他會出現一個 沒辦法 壓槍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 官方是說 他會修正 他是會修正 但是什麼時候 現在是 打一個迷糊仗 就是 現在官方是說 什麼時候會修正 他也有跟你說說 他會修正 但是他沒有 放出什麼 日期 我看到一篇 在Reddit上面 看到這篇文章 因為已經有 玩家有提出了 那 這次 這一篇文章是 比較稍微 有點正面 方便一點 那我先奉獻大家來講 如果 我現在 有影片 如果今天你已經 預購了 戰地2012 或是你已經體驗了 之前這兩天已經 體驗過 戰地2012的 這個如此 糟糕的體驗 之後 我建議 我建議你遊戲 先停下來 先讓 有一個 喘息的機會 先讓他們 因為這次 我這次 我會給 我給戰地2012 會比較有點包容 是因為 他有這麼多的 工作室 不像戰地4 拖了好幾個月 他終於成為 一個 可以玩的 一個遊戲 可是戰地2012 並不是 他有這麼多旗下 這麼多頂尖的 工作室 在製作 戰地2012 他不該會有 這樣的表現 所以呢 所以呢 我 我個人 建議 強烈的建議大家 給 一夜更 耐時大概 一個月到 兩個月的時間 去更新 修正 戰地2012 就是這樣子 就是 時間就是這麼短的 不用太長 因為太長的話 來講的話 對 玩家 跟一夜更耐時 絕對不是一個 變好事 他前面也提到 未來幾週 你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壯大 一些問題壯大 連線問題就不要講 其他一些很內部的細緻 問題來講的話呢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 我一直很想說 但是我覺得說 不要 先等大家 先 體驗過之後 我們再來 慢慢的 慢慢的再去 再去說 因為我覺得說 很多東西 說了呢 人家覺得說 我們是在 有點在造謠 好那你不說呢 沒關係 反正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說 既然現在遊戲 已經試出 大家也慢慢的 知道了問題 守在此 那我們再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 抽絲撥錢 再去看戰地2012 只是我沒有想到 是說問題會這麼多 你 BETA的時候 BETA的時候 那個社群經理 菲爾曼 他不是講 欸 這是幾個月之前的版本 那 這次版之後 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這是 社群經理 他自己講 菲爾曼 那個自己講 結果 甚至版出來之後 問題反而更多 所以說為什麼會有人 會把 戰地5跟戰地2014 這兩個會 有時候會相當的相提並論 因為他們兩個人 出現的狀況 其實可以說是 非常的相同 非常的相同 那 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你看一下之前 8月份的 1月的財務報 他有提到一點 安德維爾順提到 也就是說說 未來的新的戰地 大約是兩年後 會有新的戰地 也就是所謂的 你們看一下 戰地1跟戰地4 他們的生 他們的生命週期 我應該講說 生命週期是 兩年一次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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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 要一年後 再 觀察一年後 再入手 戰地2014 那你可能要有個 心理準備 他可能會隨時的 給你停止更近 對不起 我這樣講是 很 講的已經很 很直接 我是說可能 我並不是說一定 因為 戰地5是怎麼停更呢 就是他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收到 獲得到利益 他就是斷更 去做 開發下一個遊戲 1月安 1月的 CEO自己講 我兩年後會有新的戰地 所以說 如果說你一年後再入手 戰地2014 你最好要有個 心理的準備 所以說我才講說 我們給帶子一年帶子 一些時間去修正 戰地2014 你說讓他在短時間內 修 修正2014 讓他說更變得 只要是可以玩就好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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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要降低 可以玩就好 不要求說 說他很 很經典 那 目前來看應該是不可能 可以玩就好 要給他一點時間 所以說你現在的謾罵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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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是 無記於事 因為遊戲也還沒完全出來 我遊戲還沒完全出來 我們現在今天的時間 今天 今天時間 是 11月17號 禮拜三 的 時間 對 那我希望就是說 大家來講的話 不要說 就我來講 我對3024 還是算有點信心 我並不是說在兔頭 雖然有時候常在兔頭 但這次我看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很有野心 想把戰爭的事做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 開放 OBE的時間 跟正式上次的時間 只有一個月 你覺得一個月他可以做好多少事情嗎 我很早就提到這一點 如果我沒記住的話 如果我沒記住的話 一個月你能修理 修正多少東西 可以說不但沒有反而問題是更多 我覺得這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不能 非凡不能諒解 不能夠理解 然後再加上一些所謂的 我個人感覺 不要說 很早就提到 不要受到一些 一夜的sponsor 或者說一夜的一些 想要講就是工商宅 打工宅那些的影響 不要受那些影響 我們能夠親身的去體驗 203024 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 也是 最顧好自己 你們自己玩家的 包 包 最重要的 我們不要去說 受了一些 某些人的 言語的誘惑 包括我在 包括我在 所以我希望戰地2014讓一些人來講的話能夠看清楚一些 他們那些商人的 不光是一夜 任何遊戲 媒體的 體驗 他們的 商業的操作 手法 那 可能會因為我說 你有沒有玩戰地2014 對不起 我沒有玩戰地2014 我的時數還是 零 我就是要等他這一次大更新 更新完之後 我才會正式 去碰戰地2014 所以我遲遲沒有去玩戰地2014 我算是可以可以開目前現在就可以開戰地2014的 橘子的網站 給你看 我 時數還是零 我時數還是零 喔 那就說說 唉 最後呢 我希望就是大家老話去 我希望給大家 大家 冷靜一下 我 我知道這個影片可能會讓些人很不爽 我知道很難嗎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擺在人間 你們自己體驗 我就知道了 我看了影片 我也覺得說 這是在玩什麼小東西呀 這是玩什麼小東西 PODO後期還可以玩 PODO 在地的PODO 我拒絕說 坦白講 如果今天2014的沒有PODO 這就是一個份 這個遊戲就是一個份 至少他有PODO 我們還可以玩 其他怎麼Haselon 什麼什麼 那些專家那些東西 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 那只是一個 那只是一個 坑而已 這是一個坑而已 不要忘記2014的有課金 那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忘記的 他為什麼會把一些 為什麼他會 敵我會沒辦法去辨識的 他就是要 要你 我包一個料 他就是要你們在為 我們 不說 不能說你們 我自己 一頁 Playport裡面有餐廳的 他就是要我們這些玩家們 去另外再購買一些 其他的一些 染料 客製化 然後 比較能夠區分跟敵我辨識 各位 各位你懂嗎 各位你懂嗎 這就是一夜跟帶子 他們的說法 我 我 模式什麼 全部都可以開放給你玩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 一夜跟帶子 他們不是慈善機構 他們 怎麼可能會因為說 我什麼都給你 然後我不用賺 我就只賺了 我就只賺了 這一筆錢而已 各位別傻 對真的是別傻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很早就提到了 可是就是有人 不相信我的話 那你要為什麼敵我 敵我沒辦法辨識呢 當然啦 他就是要讓你 就另外在課金 各位真的是別傻了 還有就是說 最後一點 如果 你在等 3124的這段時間 這一個月兩個月當中 還是在聖誕節之前 這段時間 如果你發現到 如果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說 在 聖誕節之前 我知道他一定會 所謂的打折 那 上一次的 戰利5 我記得是 頭一個禮拜就打折了 有人 有人笑他 覺得這個頭期 頭期打折 如果你發現到頭期打折 然後沒多久 他又在打折 然後在聖誕節 他又在打折 如果這個遊戲一直打折 表示這個遊戲 就已經有 很有問題在了 如果你是還沒有 預定戰利2104 或是你已經 入坑戰利2104 我建議你趕快退坑 因為你會發現到 你會發現到 你心裡非常不平衡 就如同戰利5一樣 你花了這麼多錢 結果人家用最低價的 價格 買到了 戰利2104 而且是平平的去打折 低價塑銷去打折 那這會讓你 產生會 心裡會長的 這是我的建議 會讓你產生 心裡非常不平衡的 那種心態 乃至於戰利5 打到5折 就是想盡辦法 讓一些人 其他人 去入坑 如果今天戰利2104 出現這個情況 我建議你 如果你想要入手 戰利2104 你可以在最低價 的時候打折 如果你在觀望 如果你在觀望 的話 或是你已經購買了 戰利2104 的話 如果發現到這個情況 的話 我建議你換個遊戲玩 這樣子對你的傷害 會降到最低 對 就是這樣子 OK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聽跟收看 我知道今天這篇文章 可能會讓一些人 心臟沒辦法負荷 沒關係 我這幾天我也看了 很多類似這種 這種 這種評論 這種非常 非常不好的 一種 這種訊息 然後非常 非常負面的那種文章 就針對戰利跟人士 所以呢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影片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拜拜 拜拜